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会坐同一班地铁,两个相邻的位置,会去同一家商场购物,会同时去同家药店买药。 居住的地方就在彼此隔壁,可他们却始终像不认识一样,从不对彼此说一句话。 巴黎这座城市,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,相似的灵魂,彼此却并不相识,直到某天。 男主雷米是工厂的技术工,而现在平静的生活被打乱,他面临着可能被公司裁掉的威胁。 人力资源的办公室内,仍是让他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,他比划了半天,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。 这是雷米的焦虑,他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,不知道自己在巴黎这个城市,自己扮演的角色是什么。 女主梅兰妮是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,这天当他正在工作时,却被领导告知,他需要在赞助人和其他研究员面前公开演讲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。 尽管他再三推脱,领导还是坚持让他去做演讲。 这是梅兰妮的焦虑,他害怕面对一群人做演讲,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,他不敢和陌生人打交道。 但同样焦虑的两个人,却一个每天紧张得要命,一个每天总提不起精神。 夜晚,雷米吃了安眠药,却依旧睡不着,只能做着无聊的游戏,一直到天亮了还没睡着。 而吃了维他命的梅兰妮,却在看了两页资料后,憨声如泪。 等来白天的雷米在与朋友结束攀岩运动,坐地铁回家时,与一个小女孩互相对视一笑,但或许是想起什么,他突然紧张得透不过气。 最终晕倒在地铁里,到了医院,医生了解他目前的生活状况,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。 或许雷米自己也深知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差,第二天他就来看心理医生了。 治疗室内,经过长久的沉默,雷米首先对心理治疗的疗效提出了质疑,心理医生只能费尽口舌打消雷米的疑虑,接着便开始试图让雷米形容目前的生活状态,分析他为何会在地铁上晕倒。 同一时间,梅兰妮也在同事的建议下来进行心理治疗,他向医生倾诉着他和前男友的故事。 他们同居一年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从小缺少妇害的原因,他始终对前男友念念不忘,只觉得少了他,人生便灰暗了许多,经历医生便开导梅兰妮。 他有恋爱的权利,也有快乐的权利,想要解决问题,首先让他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。 心理咨询结束,二人都带着疑惑,重新进入自己的生活。 他们前后迈进同一家商店,在商店老板的推荐下,雷米买了一瓶最贵的青酱,梅兰妮买了一盒最贵的橄榄。 此时的二人仿佛商量好了一般,都鼓足勇气,重新开始去社交。 雷米重新注册了一个脸书账号,精挑细选,上传好自己的头像后,很快就收到了以前高中同学的交友申请。 可见面后,同学和雷米聊着以前上学时的趣事,他却一点也想不起来,直到同学说起自己的外号,他才隐隐约约地想起来一点。 而梅兰妮在朋友的建议下,登陆上交友软件,准备开始自己的下一段恋情。 当他终于划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男人时,见面后,沉默和尴尬的笑声却贯穿了整个约会。 经过一次失败的社交后,二人又找到了心理医生咨询。 雷米倾诉完这次经历,却不知道关于自己还能说些什么。 而梅兰妮意识到自己太没逐渐,总是不忍心拒绝别人。 他回忆起和前男友在一起的生活,发现自己总是在迁就男友,去做他喜欢的事情。 那段感情中他失去了自己,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是,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忘了前男友。 医生让他尝试和过去告别,不是让他忘记什么,而是让他把那段回忆纳入人生,别再当成负担。 转眼间,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。 一天,梅兰妮在家中准备四月的演讲时,她的妹妹来到了她的住处,想让她和自己一起去找妈妈过圣诞节。 但梅兰妮始终无法原谅妈妈,当初为了一个男人抛弃她们,她坚决不去。 哦,不过梅兰妮,妹妹只能独自坐火车出发。 于是,梅兰妮留在巴黎和朋友一起过圣诞节。 当梅兰妮和朋友去商店买圣诞节需要用的货物时,商店老板听到她们在聊跳舞,便把她妹夫的舞蹈室推荐给梅兰妮她们。 没有过多理会,梅兰妮最后还是和朋友去夜店里过圣诞节。 舞池中央,梅兰妮跟众人一样,随着音乐舞动,突然她感到一阵无趣迷茫,走出舞池,来到楼道。 梅兰妮点燃一支烟,透过小窗看着舞池的众人,即使这般热闹的场景,也无法驱除梅兰妮内心深处的寂寞。 在这个圣诞节,同样寂寞的雷米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 吃饭时,雷米告诉父母她过得不太好,得了抑郁症,可她的父母并不了解抑郁症,以为她身体上没有什么问题就不会有事。 雷米跟正常人是一样的,饭后一家人一起散步时,雷米提议走另一条路。 可家人们习惯了那条长走的路,并没有听从雷米的建议。 中途,哥哥同她单独谈话,心疼她在巴黎一人孤独的生活,可她却觉得相比家中自己与谁约会,一二天满大街的人都知道的生活。 她更喜欢在巴黎默默无闻的感觉。 走到某处,雷米看着眼前的雪山叹了一口气,但这声叹气也没能缓解一点她内心的迷茫和焦虑。 圣诞节过后,雷米回到巴黎,梅兰尼也继续着往常一样的生活。 突然,雷米被当作货物一样,被装到了工厂的盒子里,只露一个脑袋。 尽管她大喊着出错了,也没人理她,正当她要被传送带送到下一个程序时,雷米突然惊醒,原来只是一个梦。 现在的她,又何尝不是把自己装在盒子里呢? 惊醒后的雷米,听到门铃的响声,赶紧起床穿好衣服。 开门后,邻居不等她拒绝,就把一只白色的小猫放到她怀里,让她收养。 虽然养猫不在她的计划之内,但小猫的到来,让她的孤独不再那么明显。 她有了值得守护的东西。 这天晚上,梅兰妮洗澡时播放的音乐被在家逗猫的雷米听到。 雷米被音乐吸引,走进窗户,拿出手机识别歌曲的名字。 但当她返回时,却跟见小猫要从开着的窗户出去。 雷米赶紧把小猫抱回来,用近乎祈求的语气,让小猫和她待在一起。 此时的雷米已经习惯了小猫的存在,不想再孤独地生活。 第二天,依旧像每个平常的日子一样。 两个相似却不相识的灵魂再次同时出门,走过同座大桥。 公司里离演讲的日子越来越近,梅兰妮也越来越焦虑。 她一遍又一遍地向同事背诵她的演讲稿,以免到时出什么差错。 而雷米则被调离了原来的岗位,成为了客服人员。 对于新工作并不熟悉,她结识了热心帮助她的黑人女孩,珍娜。 在二人午休闲台时,珍娜告诉雷米,她认为男人有鸡块男、汉堡男、奶酪男三种类型。 而雷米正好是她最喜欢的奶酪男,或许是终于看到了别人对自己的认可。 雷米那天心情特别好,回到家里还高兴地跟小猫分享这个消息。 但人生总是会意外不断。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雷米就发现小猫不见了。 到处找都没有找到小猫的雷米再次焦虑起来。 她只能去找心理医生聊聊,她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,把厄运带给了小猫。 小猫现在肯定已经死了,医生则让她不要去设想最坏的结局,给她一周的时间,让她自己想清楚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。 像医生所预料的那样,小猫确实没死。 她跑到垃圾桶旁,被孤独的梅兰妮看到了。 同样,根本没有养猫计划的梅兰妮犹豫再三,还是把小猫抱回了家。 而这边走出治疗室的雷米也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和珍娜约会。 就在二人正在愉快地交谈时,雷米以为时机已到,想要吻珍娜时,珍娜却突然拒绝,匆匆结束了约会。 但第二天上班,珍娜却又责备雷米,昨晚为什么不追她。 后来,想明白的珍娜还是约雷米去舞蹈室一起跳舞。 可就在晚上,雷米到达珍娜所说的地方后,从窗外看见珍娜与别人愉快地跳舞。 正当她带着期待又羡慕的笑容打算推门进去时,或许是自卑心理的作祟,也或许是对社交的恐惧,她还是转身走开了。 又是一段失败的社交经历,又是一个寂寞的夜晚,雷米打开电脑,看着关于猫的视频,思念着她的小猫。 而梅兰妮则在于交友软件上的男人结束约会后呕吐不止。 为了不耽误她第二天的演讲,得知消息的妹妹赶紧前来照顾生病的梅兰妮。 演讲如期开始,尽管梅兰妮一开始有些紧张,但凭借着自己的专业和真诚,演讲仍旧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 这一刻,梅兰妮重拾信心,美好的生活仿佛正向她招手。 一天晚上,在二人住的公寓附近,有一处房屋着火。 梅兰妮和雷米一前一后,来到了失火点楼下围观,看着眼前的此情此景,二人内心深处,最陈旧的伤疤终于被揭开。 原来,梅兰妮的父亲从小就离他们而去,当父亲离开时,他就害怕自己再也见不到父亲。 但当梅兰妮在火灾现场,看到那个被妈妈搂紧的女孩,哭着叫喊躺在担架上的父亲时,梅兰妮内心害怕被抛弃的恐惧再一次袭来。 也正是由于讨厌,恐惧被抛弃的感觉,尽管妈妈在离开梅兰妮和妹妹时,她已经二十岁了。 但相比于爸爸,她更难原谅妈妈。 当心理医生了解梅兰妮内心深处的伤痛后,鼓励她继续去做回自己。 在两人相处时,不要迷失自己,多爱自己一点。 而雷米看到同样哭泣的女孩,也想起了七岁就因病去世的妹妹。 自从妹妹死后,她一直因自己还活着感到愧疚,同时被辞退,小猫跑丢,甚至包括妹妹的死,她都认为是自己造成的。 医生明白雷米的心结,她让雷米停止感到罪恶,告诉雷米她有活下去的权利,有绝对快乐的权利。 或许是终于把内心积攒已久的心事和情绪宣泄了出去。 离开治疗室的二人都感觉到了一身情,他们仿佛鼓足了勇气与过去的自己和解,释怀那些糟糕的回忆。 雷米放弃怪罪自己回到家乡,到妹妹的墓地去看望她。 梅兰妮则决定原谅妈妈,拿起手机拨通妈妈的电话。 最后,两个相似的灵魂经历了艰难的自愈后,在商店老板妹夫的舞蹈课上默契地走向了彼此。 就在二人触碰到对方的那一刻,仿佛磁铁的两极,找到了与自己完美契合的另一半。 某处某人是赛德里克·克拉皮斯导演指导的剧情片, 于2019年上映。 电影中的男女主,一个因为妹妹的死,始终活在愧疚之中,把所有人的不幸都归结于自己。 一个因为父亲的离开,害怕被抛弃,在与他人相处时,总是一直向对方妥协。 究其最根本的原因,还是他们不够爱自己,总是把自己的自信和安全感,全都寄托在他人身上。 最终在生活中迷失自己,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,从而变得越来越焦虑。 寂寞。 而看看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们,又何尝不是被同样的困扰折磨着? 快节奏的生活,长时间的加班,让社交变得不再重要。 久而久之,只能把自己封闭在盒子里。 想要迈出那解封自己的第一步,需要做好久的心理建设,但希望我们都能够相信,影片所传达给我们的那样。 在某处,有某人,跟你一样承担着生活的痛苦,他同样也被那些自己一直不能释怀的回忆和经历折磨着。 你们的生活相似,却不相交,可就在某天,当两个孤独的灵魂完成自愈,勇敢地迈出第一步,你们的生活便不可阻挡地以各种方式相遇。 另一个你肯定会在某处和你不期而遇。 在那之前,你要做的就是努力地去好好生活。